你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谁的武力之最强吗 也许有人会联想到单挑魔山的红毒蛇 又或者是最神秘的杀手无面者假坤 但我想说并不是这两位 其实比他们厉害的人大有人在 甚至其中几位强盗已经无法判断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 在他们身上有发生的那些故事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权油中的武力之高手 不要着急跳过 里面绝对会有你想象不到的人物 当然像夜王这种bug人物不会列入其中 另外此次盘点只分战力阶梯 不分前后排名 替三梯队精英级桑夺克里刚 他的身材魁梧力大无穷 但一半脸被火盆烧毁 相貌可不 内心深藏着对火的畏惧 因为在幼年时 他的哥哥摩山曾将他按到火盆中 造成这一永久的伤痕 同时也留下了心理阴影 猎狗对哥哥摩山深感痛恨 因为他作为骑士的残暴和恶劣行为 让猎狗对骑士精神深感厌恶 从不接受获风骑士的机会 曾经在一场比武大会上 为了拯救百花骑士 猎狗与哥哥摩山交手 虽然最终败北 但他并不像冠军百花骑士那样 毫无还手之力 他在与二鸭寻亲的路上 勿于兰尼斯特士兵小队 独自挑战一众小兵和小队长 不久之后 他遇到了美人布雷尼 由于都在寻找二鸭 于是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 猎狗身负伤 最终被美人打落山崖 生死未捕 幸运的是猎狗被修士所救 并加入了无奇兄弟会 他参与了雪诺的长城之外的 狮鬼抓捕行动 甚至面对过狮鬼大军 在临东城夜王之战中 猎狗奋不顾身 坚守到最后幸存下来 最后他在军林城之战中 找到了哥哥摩山 展开了一场决战 最终两兄弟一起投身火海 永远同归于尽 替三梯队精英级美人布雷尼 美人布雷尼 高大而强壮 拥有着胜过绝大多数男性的力量 他是那些梦想成为骑士的仰望楷模 他永远身着盔甲 腰间佩戴着长剑 他是骑士精神和荣誉感的象征 曾经他战胜了比武冠军 百花骑士洛拉斯提利尔 成为了兰里败拉席安的彩虹护卫 在押送詹姆回军林城的路上 他与詹姆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剑术对决 数十回合中 美人的力量占据明显夭视 最终将詹姆打翻在地 但这也充分展现了美人的坚韵和力量 后来再一次偶然的相遇中 美人与猎狗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 每一刀每一拳都针对要害 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最终将猎狗打落山崖 只差一点点将其终结 这一战展现出了美人的不怕死 汗不为难的精神 只有战死才是唯一的结局 詹姆和猎狗对他的勇气表示尊重 因此给了他新的外号 美人 尽管当时的两位强大骑士 并非最佳状态 但对于被美人击败 他们坦然接受 毫不掩饰 因为美人布雷尼不仅有着出色的战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善良 忠诚和坚强意志 确实是骑士中的楷模 最终美人布雷尼成功成为一名真正的骑士 并荣耀地成为玉林铁卫 他的故事是骑士精神的活生生权势 永远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追逐自己的梦想 T2T队英雄级劳伯败拉仙 国王劳伯身材高大威猛 身着铠甲时宛如巨人一般壮观 他挥舞的战锤连奈德都难以扛起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他在赫伦堡比武大会上 斩获团体比武冠军的辉煌荣誉 因此他被誉为百人斩 劳伯在三叉几何之意中亲自将雷家击溃 要知道雷家也是一个狠角色 然而作为国王的十多年里 他身陷于美食和酒色之中 体重一度飙升 连铠甲都穿不下的庞大人物 最终他命丧野猪之哑 终结了他传奇般的一生 年轻时的劳伯战力几乎无人能敌 正因如此 他才能在众多势力争夺王位的 篡夺者之战中成为最后的上者 T2T队英雄级詹姆·兰尼斯特 士君者詹姆从小就被父亲泰温 是位最杰出的骑士培养 年仅13岁就夺得了第一个比武大会的冠军 他年少时曾是无畏者巴利斯坦 塞尔弥的侍从 虽然无法掌握巴利斯坦所有的记忆 但他受益匪浅 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 在15岁时 詹姆跟随着他的偶像 扶晓神剑亚瑟戴恩 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最终由亚瑟亲自封他为骑士 作为贵族出生在一流的培训环境中有最杰出的导师 詹姆的天赋和背景让他几乎能够凭借拼爹成为七国最杰出的骑士之一 朕姆因为疑似与奈德的决斗 借助年轻的勇气和一点小轨迹 背后偷袭并刺中了奈德的腿 从而战胜了奈德 在与美人布雷尼的激斗中 由于身上戴着镣铐 再加上长时间的囚禁 使他状态相对较差 他们激震了数十回合 最终败在了布雷尼手下 可惜的是后来他的一只右手被剥皮家族斩断 终结了他的骑士之路 然而詹姆在策马提枪 独自冲向巨龙的那一刻 将永远被冥记为他一生中最英勇最壮丽的瞬间 当异鬼大军来袭时 詹姆开始重新去寻找骑士之路 他不再受色息的控制 毅然决然的北上去兑现古老的盟业 T2T队英雄级摩山 他拥有巨人般的身躯 性格冰冷无情 爱好杀戮 他披戴着七大王国最沉重最坚固的铠甲 然而这身铠甲也注定了他行动止缓 他在近身搏斗中才能发挥出他那惊人的蛮力 曾经在比武大会上 他一杆长枪刺穿了骑士修夫 后来当洛拉斯诡计胜他后 他举起巨剑将洛拉斯喊倒在地 猎狗赶来解救洛拉斯 与摩山激烈交战直到国王劳伯命令停止 摩山甚至不留情面 蒙砍自己的战马的头颅 这一幕展示出他惊人的力量 在小沃摩比武审判中 摩山代表着伺候一方 与小沃摩的代表骑士 红毒蛇奥伯伦进行了激烈交锋 然而摩山在面对红毒蛇的灵活身法和卓越武技时 显得有些笨拙 被红毒蛇一枪刺砖摔倒在地 但正当红毒蛇自信满满时 摩山迅速捕捉住对方的脚跟 将其翻倒在地 对于力量型选手一旦被摩山控制 他们将毫无还手之力 摩山毫不客气地将红毒蛇的头颅捏爆 谁料红毒蛇枪上有剧毒 摩山虽已离世 但他的头颅被送到多恩 身体被磕粉改造成了生化摩山 摩山可以说是近战的无敌 然而真正的高手会远离与他的近身搏斗 因为在非决斗情境下 摩山的表现可能并不如人意 这也是他的弱点 另外去人望望也是如此 所以我并没有排他 而且他被认定是动物 没有常人体质 如果真要排的话 我觉得跟他摩山属于同一等级 T2T队英雄级西利欧 西利欧 二压的第一个师傅 被誉为布拉福斯第一剑士 他的实力超群 曾经仅凭一把练习用的木剑 轻松抵挡住兰尼斯特家族的五名士兵 和皇家御林铁卫马连特兰的攻击 对于其他普通骑士而言 恐怕即使用真剑 也无法与他相抗衡 更别提面对敌军杂兵的挑战了 提议梯队史诗级 红毒蛇奥拜伦 红毒蛇性格激烈 聪明机智 在他十六岁的时候 与伊伦伍德伯爵展开了一场决斗 将毒涂抹在自己的剑上 使对手的伤口腐烂致死 由此得了红毒蛇的绰号 盗朗亲王评价他 奥拜伦无困于毒蛇之名 危险致命 变化莫测 没人敢轻视他 红毒蛇虽然并没有频繁亮相 但他最著名的一次出场 是在大战魔山 这是他一战成名的时刻 也是最后一场战斗 在与魔山的激战中 红毒蛇充分发挥了 他长矛的距离优势 灵巧迅捷的身法 以及多变巧妙的枪术 将魔山完全摆弄于 他掌控之下 使魔山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用一枪将魔山定在地上 胜券在握的红毒蛇 开始审判魔山的罪行 但在话多乱转的过程中 魔山抓住了他的破绽 将他翻倒压在身下 由于禁战是魔山的优势 下一秒 红毒蛇被生生捏爆脑袋 成为了权力的游戏中 最凄惨的一幕 红毒蛇的死让人感到惋惜 他拥有出色的武力 擅长适用毒药 近战选手无法与他的敏捷相媲美 而敏捷选手又无法比他的毒辣 因此他无愧的被誉为一位 无与伦比的顶级杀手 提议梯队史诗级 巴利斯坦 巴利斯坦 曾容认四位国王的皇家铁位 他是七国公任的最杰出的骑士之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在十岁参加比武大会时 便斩获了无畏者的称号 他曾经一对一 击败了恶名昭彰的黑火马里斯 战胜了微笑骑士 还击杀了西蒙托英 巴利斯坦在比武大会中 年年夺得冠军 击败了雷家王子 以及红毒蛇 与劳伯或奈德不同 即使在年过半百之际 巴利斯坦的战斗力 依旧无与伦比 五十七岁时 他在此参加比武大会 轻松地击落了猎狗 夺得了冠军 奈德曾明确表示 在战场上 最不愿意与之对敌的就是巴利斯坦 当在乔大帝面前辞职时 巴利斯坦面对五名金袍子侍卫的包围 毫不畏惧 卸下盔甲 轻描淡写地说道 即使现在我也能轻松打爆你们 然而令人猝不及防的是 这位无敌的传奇骑士最终血命丧几个小刺客之首 有传言称他之所以离世 是因为片酬问题被编剧写入了死亡的命运 无论如何 他的传奇事迹将永远被世人传颂不衰 提一梯队史诗级 马王卓戈卡奥 他是多斯拉克最庞大的部落领袖 统率着十万名战士 他个人一生未尝败迹 长遍垂至地 象征着战士至高无上的荣誉 身高七尺的马王 每战必先冲锋陷阵 令敌人闻风丧胆 自由贸易成帮的巨商富甲 重金讨好他 龙马甚至为了获得他的支持 献上了自己的哥哥 然而 马王为了保卫妻子与奥哥决斗 他扔掉武器 赤手空拳 秒杀手持力气的奥哥 恐怖的实力无人可敌 但在战前 马王轻敌 故意让对方刀割破了胸脯 这点伤对他来说微不足道 却成了命运的转折点 龙马听信了乌魔女的建议 用了所谓的草药 不知乌魔女的险恶用心 加害了马王 马王的死令人难以释怀 如果他能继续生存 也许全游世界会变得截然不同 提议梯队史诗集 无面者贾坤 贾坤赫加尔可能是全游最危险的人类杀手了 他的武力指虽然剧中没有做具体描述 但是他想杀死的人绝对会死 并且会死得很惨 一句凡人皆有一死 凡人皆需侍奉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这句话仿佛是他的信条 一种深深乍根于他心灵深处的信仰 在整个黑白院 贾坤是不是最好的无面者 这不好说 但他绝对是整个全游中最神秘的存在 他话虽不多 但出手必不走空 叫出的徒弟都能杀死叶王 他本人的实力有多可怕 实在很难想象 体灵梯队传说集 扶晓神剑亚瑟戴恩 他曾经维斯特洛第一强者 这点无庸置疑 还是史上最强的御灵铁卫 拥有着戴恩家族最强者的封号 扶晓神剑 真母曾夸赞他 一只手撒尿 另一只手可以轻松的 把包括百花骑士在内的 五名御灵铁卫直接砍翻 在剧中回忆的守护极勒塔的战斗中 亚瑟与奈德施塔克 子弟人霍兰黎德等七位强者相指 最终一人对敌三人 光荣战死 同时也夺去了对方五人的生命 布兰问奈德谁是最好的骑士 奈德不假思索的回答 亚瑟与奈恩 而且维斯特洛大陆的所有骑士 都一致认可亚瑟是最强的 体灵梯队传说集 二亚 论起单兵作战能力 二亚比在战场上正面厮杀的骑士而言 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二亚苦练刺客多年 他的刺杀成功率和威慑能力 让自己比正面交锋的骑士都更具有作用 经过无面者的全面系统训练 一容潜伏刺杀的技能全面提升 他能够轻而易举的完成刺杀任务 比如易戎潜入弗雷家族 一个人全灭整个家族 而且还反杀了无面者师姐 要知道无面者还没有杀不死的人 他成为了第一个 当然二亚最为辉煌的战绩 就是刺杀夜王 虽然这件事太过于突兀 但不得不佩服二亚的身手 好了 以上就是权力的游戏中最强高手盘点 你对这份清单有什么看法呢